小小農夫玩生態 泥土裡有草莓精靈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飛老師 歡迎收看小小農夫玩生態 在水果店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又大又紅可口多汁的草莓 這個又 這個很大 超級大的草莓對不對 那草莓還可以製成很多甜點 像是草莓冰淇淋 草莓蛋糕 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喜歡草莓呢 有啊 好棒喔 那我們跟著草莓精靈來認識草莓吧 大家好 我是草莓精靈 我們草莓可是有分很多種類的喔 就讓我來帶大家認識草莓家族吧 一 天來草莓 外觀鮮紅為圓錐形 口感紮實 有淡淡蘋果香 甜度高 口感佳 二 香水草莓 口感偏脆 具有嚼勁 較好種植 不易損傷 風味較淡 味道偏酸 常被用於甜點上 是台灣產量最多的品種 三 楓香草莓 果皮呈現亮紅色 果實中心為白色 果粒硕大 香氣濃郁 甜度高 酸度低 是台灣草莓最受歡迎的品種 四 北基草莓 天來與楓香的混種 外觀較不規則 果實紅燕 口感清脆 帶有微微花香 小朋友 你們都學會了嗎? 想吃可口多汁的草莓 你也可以自己種 來看看草莓成長的一生吧 自己動手種種看 一 播種育苗 可以買種子來種 也可以直接購買小苗唷 二 移植小盆栽 三 澆水施肥 保持土壤為濕 多次少量澆水 四 抓蟲 把害蟲通通抓走 五 收成 開花後草莓果實長出來 約一個月變紅 就可以採收囉 大家都學會了嗎? 謝謝草莓精靈 帶我們認識了草莓的種類 還有生長喔 那我們是不是迫不及待 要把草莓變成 甜點了呢? 對 耶 那我們一起動手做吧 GO GO 製作前我們需要準備什麼材料咧? 材料有 倒楣 麵 麵 砂糖 牛奶 跟 新奶油 我們還有機器的部分 機器的部分我們要準備 果汁機跟攪拌器 那這兩個機器有稍微有點危險一點 可以離你遠一點嗎? 要離小朋友遠一點喔 好喔 那我們把洗乾淨的草莓要放到冷凍喔 那我們這邊是已經準備好已經冷凍過的草莓 我們把冷凍的草莓來打成泥囉 我們現在要用攪拌器 先拿油打發喔 來喔我們先看一下 給它全部倒進來 接著拿出攪拌器 使用上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 好 我們看差不多了 好 就差不多是這種狗狗的感覺 好猛喔 好了 奶油打發了 奶油打發了之後呢 我們要把所有的原料分批次加入這個濃氣裡面呢 然後 一起攪一攪 攪拌 一起加 好 不然又加進去 好哥 我們的八草莓梨全部都加完囉 好 開始攪拌去 現在攪拌的差不多了 攪拌完成了炒肥鮮奶油 好 我們要先把它裝到一個容器裡 幫我拿好喔 好 裝起來就是這樣 那我們要把它放到冷凍庫囉 一小時後再拿出來攪拌 再放入冷凍庫 這個動作總共要經過三次喔 那最後一次之後 冷凍八小時以上就可以食用囉 好大一球喔 還要吃這個 好 謝謝你 是不是看起來很好吃呢 哇 這樣就大功構成了耶 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吃嗎 試試看 好 有沒有很草莓 有 是不是比外面買的還好吃 還買的好吃 老爸媽媽不僅可以帶著小朋友們 DIY動手做出好吃又健康的草莓冰淇淋 小小農夫玩生態的鏈子書 也可以讓小朋友們了解 食材的來源 還有植物生長的過程喔 從食作的體驗中 讓學習更有趣